其實我先回答澳元,即是AUD 其實上次應該是1,700,0.7那一刻 底的原因是什麼呢? 那時候就說,其實4月中很多世界環球資產的價格 就是因為內地上海那一刻4月20日做不到原本的目標 然後全球突然怕Global Resetion很大 那你澳元一向和內地那個經濟的敏感度是非常之高 你看到它殺下去,殺得很厲害 那我其實過去一個月,我覺得自己都趕到沉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只是說了一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回味著,覺得那個東西是怎樣 那時候也是說,如果你在那一刻再看淡 其實你是在看淡中國政府怎樣去應對這個疫情和經濟的平衡 那就是看好看淡,各有自己的理由 那我只可以說,金融市場反映著什麼 而你做出的行動,你是在對抗著,或者是在對抗著什麼 那現在你看到,除了中國的那個情景開始好一些 我上次說,就是說,如果你中國的情景OK 再加上你那邊的選擇,就是選擇了 那其實你所有的政治的不確定又低了的時候 我們自己覺得,你去回7.25,7.3幾其實是合理的 即7.25你就會看到4月那個高位 但是我們覺得,就算去回7.3幾,都應該會合理一些的 當然還有第三點,其實有個第三點就是比較明顯的層面 就是如果Dollar Index,它這次真的,原來早期這個已經見了 即是它不再去試105流上那些 它這次肯見頂回落,其實我覺得Dollar Index 如果你去到下個星期,或者我下次上來 那時候,即是剛剛FOMC之前 如果FOMC那晚,它都不再將Dollar Index抽高 那應該就時間不夠讓它再升的了 因為你之後就大家去看,ECB要去行 即是Euro會推升 那跟著AUD,或者紐西蘭那邊 都是第三季開始加息步伐,會加快一點點 即是相對的,即是其實這些是相對論來的 那你就會見到,到時應該這些資產會再升多一點的 是的,我這樣說,即是那些是正在發生的事 那我覺得短線,如果你之前沒有 因為我自己之前,我不說什麼價位 總之我之前都買了澳元,即是我自己有空買一下 那現在我會說短線的值過率不高的 因為應該大家會去看一下,即是剛才Irene也有說過 有少少經濟數據要看,美國那邊 還有Dollar Index可能會想做少少 我當著現在開始見頂,它有少少在做後抽 所以簡單來講,我直接回答一條問題 我自己覺得看它會不會去到七一邊附近 才會再做一些短線部署 那澳元是值不值得在一個儲存的呢? 我覺得值得的,是的,原因是什麼呢? 很多人到今時今日,即是我在香港講了一年多 澳洲這個市場應該跟以前很不同 大家都會覺得,你會不會是因為mining 剛好吃正的cycle 我可以講,短線是可以這樣想的 但是如果你想大一點,你當是一個mega cycle 即是說新能源,你很多都要靠一些新原料,新材料 其實澳洲應該是很受惠的 這個其實當是很傳統,很舊有思想 放進澳洲給大家去想 現在接下來走的十年 和你剛剛十年,即是過去十年 是兩馬子的事 再加上去全球化 我不覺得商品重視有回 即是接下來會回 但也不會去回可能三年前的低位 這個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其實 首先我不覺得澳洲的樓市現在抵買的 我只是補充一點 當然我不是樓市專家 但是你看回很多事情 無論當地的政策面 它開始在抵押 例如Melbourne、Sydney那些樓價 它是去幫手置的 這個位置我自己覺得 你說在澳洲當地的市場 我就很討厭這樣說 就是覺得樓市的直角率不高的 在這一刻 但是你說在金融市場上 以他們那個Superfund那些 或者他們的政策面 是很明顯想令到多些 Innovation的資產 會在那裏活化 我不是在這裏詳細說太多了 如果有興趣告訴我 我有空再深入一點去說 簡單來講 未來幾年之後的澳洲 給大家的感覺 和現在會有很不同的反應 再加一點 剛才不是說 當我們的Index 是有篩選過一些新的股份的時候 我不是說 其實這次澳洲和旅遊相關 和經濟重啟 比重是比起上一次再多了 大家要記住 他們都是已經開始通關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澳洲未必會回太多 但是長線 我覺得這個市場是變成一些契機出來 如果是為了 但是我們會很少 我們會覺得 這是一個 我們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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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